這個就是目前出來的 我們潛艦國造 它的模型 那這個模型其實基本上是從 德國當年的狼擊潛艦 那種游滴型 在水裡面的那個阻力非常少 然後日本也學習這種狀況 然後到現在為止 基本上跟日本的蒼龍級 是非常接近的 差別只差在這裡的就是尾翼 當時有討論說 是不是要跟日本的蒼龍級 日本蒼龍級是X字型 然後它這個尾翼是十字型 不是X字型的 但是它的特殊性就是在 比較複雜崎嶇水面下 它能夠更少的被抓到 然後當然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做這個潛艦的時候 其實花了很多的力氣 那個捲板技術 是從俄羅斯瑞典那邊過來的 焊接技術 然後花了很多力氣 鋼板的技術 是我們中鋼花了十幾年的時間 做出來的 但是最重要的 戰鬥系統 聲納系統 尤其在潛水艇 比戰機更難的是 你要讓人家沒抓到的話 戰機只是需要 空中的雷達的力遮 雷達的力衷 那潛艦還有聲納的力衷 溫度的力衷 各種的力衷 我們都把它做出來 但是裡面最關鍵最關鍵的 是說在這個戰鬥系統的時候 當時的時候 還沒有台灣旅行法 還有那個 也沒把六大保證出來的時候 美國就只說了一件事情 我們有一些退休的潛艦工程人員 會到台灣去協助 你看美國其實很細膩 退休的 這叫民間友人 民間友人 然後就來協助 所以我們在那個 現在是潛艦的船屋 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因為有船屋 所以就可以繼續製造 然後當裡面最關鍵 你做一個潛水艇 能夠有真正的 對中國的一個 對亞太地區的威脅 產生嚇阻作用嘛 那是非常強的 就是剛剛你講到的 MK48Mod6 這樣一個重型的魚雷 這個重型魚雷 我們已經看過好幾次了 環太平洋軍演 一枚下去 一個派離旗 從中間整個龍骨斷掉 彈起來垂下去 這個魚雷的重量是很強的 而且它更強大的是什麼 它這個魚雷 比我們上次 我們漢官演習演習的 那個德國製的雲雷 還更重分量 所以它打出去之後 它在水底下的速度 可以達到三十五節到五十節 在水裡面阻力那麼大 在船艦上 如果你在海面上 達到三十五節都很不容易 你潛水艇一般來講沒那麼快 所以它打出去之後 你潛水艇要逃是逃不掉的 它的速度很快 而且它另外一個 大概三十五公里到五十公里 之間 然後它的那個聲音 它也有很強大的 在水裡面被立中的效果 所以它的聲納 是不容易被監測的 速度這麼快 然後這個東西 我們將來新的潛艦國造裡面 那個魚雷管就可以發射 因為美國已經賣給我們 MKMod6了 然後再過來就是 以前那時候的那個海獅 海豹給我們的時候 那個魚雷管是被封住的 而且是比較輕魚雷的 我們現在新改的那個海獅 其實就已經可以放中魚雷 所以我們這個作戰的功能都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要放在哪邊呢 就是你會發現說最近中共 它的軍機很喜歡走西蘭海域 為什麼走西蘭海域 因為他們在山雅灣 雅龍灣的那些潛水艇 要進到太平洋 一定要走過那邊 所以他們天天在那邊飛 但是問題就是 所有的整個台灣周圍海域 高屏溪出海口 一直到東沙島那一段 水域最複雜 然後我們這樣做浮集就是 我潛水艇就在這邊等著 然後因為那個水域很複雜 你看不到 你也不知道我也不動 然後你潛水艇過來之後 我在四五十公里之後 我就打一顆重型魚雷 所以它的那個什麼進級 送級 堂級 都不是我們的 在浮集之下都逃不掉 那當然你那個 你覺得遼寧號 如果以他的這樣做法 遼寧號沒辦法 因為他的盾位太大 你不可能一次就像上次一樣 把他從龍骨打斷 但是把他打到癱瘓 以他的那個能力是夠的 而且很奇怪的是 中共最近也很奇怪 他自從今年六月以後 已經流利號不出來了 可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在恆春那邊 我們有這麼多的P37 我們在高屏溪 將來我們的國建國造 我們有MK48魚雷 所以中國要威脅印太 想要透過潛水艇偷偷摸摸 我們就是最好的守護者 好 剛剛專家哥有特別提到說 我們這個潛艦國造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我們當然是會吸取各種不同的技術 尤其美國的這一個部分 在關鍵紅區 他的這個裝備 他讓我們本來是紅燈 不能過 但是他開了綠燈之後 我們這些技術打通環節之後 就順暢了 我先請教正浩 其實我們可以看 潛艦他有一個重點 那個不是只有冷氣要靜悄悄 其實潛艦也要靜悄悄的這一塊 他靠什麼樣的技術 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這個潛艦國造其實坦白說 對我來說我蠻期待 因為其實他的武器系統是美國 他的電池系統是日本 簡單講 他可能可以結合美國跟日本 兩個潛艦王國的性能 或是優點 可以達到出我們的國艦國造 而且重點是 這些技術都是台灣自己的 剛剛專家哥已經講完 MK48這個重型魚雷 對不對 這是美國現役的重型魚雷 我們未來標配跟美軍一模一樣 那再來潛艦我們開出去最怕什麼 被人家發現嗎 那人家怎麼發現 用聽的 所以人家過去都笑說 中國的潛艦出去都敲鑼打鼓 就是很吵 那美軍不用 就是五樓五師是不是 五樓五師 大家就是美軍他說 不用特別去聽 都會發現 過去中國是這樣 這麼誇張 他們現在技術 技術不是 他現在現役的093、094 還是敲鑼打鼓 他現在在努力的進步 就是他們P8A的那個飛行 那個觀察員 本來是在睡覺了 因為馬上會習慣 他差那麼多 他在那個九海裡 就是其實速度很慢 九海裡大概二十公里的 潛艦的速度上面 如果是093、094 他現役的潛艦的聲音 就剛剛鄭浩提到的 他那個聲音 差不多要七八十分貝 七八十分貝很少 其實比你海峽 用厚的 其實在海峽 你知道在水 對 在水裡面的那個聲音 傳播速度更快 你潛艦還沒有到 那個聲音已經在那邊了 等著把鑰打 因為有一些 確實是敲落大 如果真的是 近敲敲的那個潛艦的話 它那感覺有點像是鯨魚有沒有 然後你還會想說 是不是海中生物 你沒辦法判斷 比起來沒有錯 像那個我們提過 夏威夷現在在蓋著 Virginia的那個新的潛艦 那個美國新的潛艦 它那個潛艦的聲音 剛剛講九海裡 它的聲音 它現在是估計到 二十五海裡到三十海裡的聲音 大概只有三十分貝 你去過就是講 你在跑的根本找不到 這個是你走出來慢慢走 就已經聽到你的聲音了 所以這個落差 不過中文在努力也在進步 所以中國花了非常非常多精力 包含軍事間諜 去偷美國的逆中的技術 這件事情是中國長期在做 就是他們對於潛艦 真的是中國永遠痛 可是我在講 譬如潛艦引擎 核子動力不講 我們就講說柴油動力 或是說電池動力 觀眾朋友一聽就懂 你覺得那個柴油卡車 開到你旁邊那個聲音 跟特斯拉的電動車 開到你身邊 你是完全沒有感覺 電動車的特性就是聲音很小 因為它沒有中間柴油燃燒 燃爆那個過程 沒有那個汽油加速的過程 所以我常常走在路上 被那個阿伯騎電動摩托車 騎到我旁邊 我忽然嚇一跳 因為根本沒有聲音 這就是電動車的特性 那這樣子我們的這個離電池 他說國軍說比照 蒼龍級使用離電池 蒼龍級就是日本剛下水的那個蒼龍級 下水之後日本就號稱 蒼龍級是全世界最安靜的潛艦 那我們台灣憑什麼國產高效的電池 可以跟日本比照 很簡單 因為台灣是做離電池的大鍋 特斯拉的關鍵零組件 全部幾乎八九成以上都在台灣 比如上面那個銅箔機 那個離電池上面那個銅箔 離電池上面那個銅箔很重要 就是說它是唯一導電的介資 所以你銅箔如果沒有做好有雜質 它會整個會失火 它失火的話 那整台車就會燒掉 那對於我們的潛艦也是一樣 絕對不可以失火 可是問題是做出符合特斯拉規格的廠商 全世界就兩個 一個是日本電解公司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長春集團 就這兩個公司 然後還有上面的模具 那個電池模具最重要是散熱對不對 特斯拉供應商是誰 也是以勝 它是鴻海集團 為什麼 因為鴻海過去做所謂手機組裝 然後我們在做這個模具的時候 需要什麼 也需要散熱 所以說鴻海是把手機散熱的技術 用在離電池散熱的技術上去做組裝 所以你看現在所有關鍵零組件 都在台灣 所以我們國軍才敢說 我們會採用國產高效能的電池 所以這東西是意思 所以是不是叫做油電 油電混合體 所以說其實關鍵是 特斯拉潛艦 這個關鍵技術是掌握在台灣手裡 我們不是被卡脖子的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東西 那這東西你只要做出來之後 那會變成一個 坦白說對於我們台灣軍工產業 一個很大里程碑的標竿 我們過去的潛艦台灣 潛艦台灣被人家講 有一台下了去上不來 一台上了去下不來 常常都這樣子笑 可是如果真的開始做 而且可以做到這種標竿的話 我相信對於中國的震設力 會非常非常大 如果我們會怎麼用這兩位